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個可以減淡黑眼圈和減少白頭髮的湯水 桑記生黑眉豆湯 大家看看什麼材料和做法 今天這個湯水除了可以改善黑眼圈和減少白頭髮之外 這個湯水還可以改善尿頻 因為這個湯水主要是補乾腎、撞筋骨和去風濕的功效 常常睡不夠會影響身體的乾腎功效很嚴重 乾腎不好會形成黑眼圈 不夠睡眠又會有多些白頭髮 今天介紹這個湯水就適合你了 桑記生的功效上次桑記生蓮子蛋茶就提過了 今天就不多說了 今天我們主要講道中和黑眉豆 如果真的想聽桑記生的功效 可以按右上角或者片尾條片就有介紹 道中其實是樹皮 是中國名貴的滋補藥材 它有補乾腎、強筋骨、幹血壓和安胎功效 現代科學研究顯示 道中有幹血壓、幹血脂、幹血糖、抗腫瘤、抗菌、抗病毒、抗炎、抗氧化、抗骨質疏鬆、補乾、護腎等作用 道中特別適合肝酸等作用 道中特別適合干血腎、抗腫瘤、抗腫瘤 如果尿瘤、羊胎、孕婦、體虛、胎動不安 腰把腰味醉著的飲料就最適合 現在每個肌肉刺的量別多 因為是補藥所以擔心醋 如果孕婦 吃太多滋保湯水 預產期 4-6個月之前就飲白蓮酥青胎毒 不如說黑眉豆 平日花生眉豆 煮雞腳 白眉豆 今日這個就是黑眉豆 外形就像黑豆 但功效不同 最重要的是黑豆一定要煮熟才可以吃 否則會形成食物中毒 如果煮不熟的話 因為有些黑心商人 會把黑豆賣給人 這樣就大件事了 因為人們很流行把黑豆炒後焗水喝 但如果你把黑豆炒後焗水 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未熟 但你放心 如果你買黑豆 它一定不會給你黑豆 因為黑豆比黑豆貴 沈氣一點再提醒大家 黑豆一定要煮熟才可以吃 看畫面 把紅蘿蔔放進去 水滾 蓋蓋 轉小火煮2小時 黑豆的功效是延緩衰老 護髮 養髮 明目 還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 和增強你的記憶力 老人家和孕婦都可以適量地吃黑豆 但千萬不要吃太多太過涼 因為豆類吃多了 始終會脹氣不舒服 黑豆還可以幫助舒緩老人家的風濕關節炎 十不三門這個湯雖然功效很好 但它有些苦苦的味道 如果你不喜歡喝苦茶苦湯 接受不到就真的不要煮你的湯了 但如果你又想喝又怕苦 唯有多放幾粒蜜棗 無花果和粟米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桑記新黑微豆湯 如果你喜歡我的食譜 歡迎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因為我很快又有另一條食譜片段 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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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ne Talks....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